大家好,今天这个鱼塘开始清糖了,然后这个水也开始在放 不知道这个鱼塘这个水能不能放干,反正好像是放到了最后一个出水口 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排水口 鱼塘的面积,水面积差不多还有个三亩左右 三亩估计没有,两亩左右 然后今天带了这个撒网过来,咱们试一下,看一下能够撒到小鲫鱼吧 清糖以后就把这鱼塘里面的所有的小杂鱼都抓走 明年这个鱼塘就不是我们的了 咱们到那个出水的地方撒一网 出水的地方应该有鱼 看下有没有啊 没有 咱们去前面撒一下,前面的水比较深一点 看下还有没有草鱼,草鱼不多了 草鱼差不多都打捞起来了 这一网里面有,不知道是草鱼还是鲫鱼 好像挺大的 草鱼 一条草鱼 可以啊 这个草鱼卖给周边的村民 还有几个村民他说要 草鱼有三斤多 放一边 咱们接个散 这里的草鱼太深了 不敢下去 草鱼太深 撒起来太费劲了 要撒网拉起来啊 这全是草鱼 没有 不撒了 一条鸡鱼 来,卖碎鱼 以后把这块水放干了 然后来清鱼塘 徒手刮鱼 就搞到了一条草鱼啊 这条草鱼带回家 给村民送过去 三斤多 赶紧走 不然的话死掉了 走了 嗯 过几年就可以来这个鱼塘里面 徒手刮鱼了 现在再放水 这还撒到了一条小鸡鱼 这条鸡鱼就把它放下去 以后徒手来抓你 走起 现在来鱼塘的上游 看一下有没有甲鱼 之前在这个地方看到了甲鱼的脚印 但是这个甲鱼呢 从来都没有抓到过一条 然后之前我也放了十只这个小甲鱼在里面 像这么大的鱼塘 哪怕我不放甲鱼 它多多少少也会有几条那个野生甲鱼 然后咱们看一下 不知道有没有被别人给抓走 反正干鱼塘的时候有好几个人 来这个大鱼塘里面 用那个叉子 在抓甲鱼 不知道它们有没有抓到 甲鱼的脚印 那时候倒是看到了有好多 咱们找一找 看一下 运气好的话 能够抓得到一只 咱们就到这个鱼塘的周边找一找 看一看 看一下有没有甲鱼 这鱼塘半壳倒是挺多的 那这边 哎呀两个这么大的半壳 大家看一下这么大的半壳 甲鱼找不到 估计有也被别人抓走了 这里面半壳倒是挺多的 现在走了 然后去另外一个鱼塘看一下